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杨老师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哲学鼻祖泰勒斯 泰勒斯真的证明了 哲学家都很会赚钱 我们很多人都过得过少的 听说过苏格拉里 柏拉图 康德 尼采等许多哲学家的大名 但奇怪的是 如果你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西方哲学 那我几乎可以肯定 你没有听说过泰勒斯 他在西方哲学史上 已经刻刻有名了2000多年 被称为哲学鼻祖 是哲学界名副其实的祖师爷 你所听到过的 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 所有大哲学家 都是这个未冲圈大佬的 后生晚辈 今天我们就来 隆重地介绍一下泰勒斯 泰勒斯出生在 古希腊的港口城市 明里都 他比苏格拉底年长150多岁 也和苏格拉底一样 过了70高龄 在后面上传的哲学家系列中 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哲学家似乎都比较长寿 由于他身在一个独立主贵族家庭 所以从小就出发了良好的教育 长大以后呢 又因为经商的原因 去过很多东方国家 接触到了古埃及古巴尼伦本领 其中还学习了大量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知识 之后他学以致用 不仅成功预言一次日识 而且还利用几何学 通过测量金字塔的影子 从而算出了金字塔的实际高度 泰勒斯还是一个博写多才的人 他创建的米利都学派 对希腊及整个西方的哲学思想都影响深远 他本人也因此被奉为哲学鼻祖 史上第一位哲人 他是当时的希腊七弦之一 正如每个歌星都有一首成名曲一样 七弦每个人都有一句特别的格言文明诗 而泰勒斯的成名曲就是水是最好的 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水做的 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质 我们人类生活的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 所以我想他应该不会认为地球是个缘的 泰勒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 就是万物有灵 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 就算是石头也是有灵魂的生物 他用磁石可以铁石移动这一现象来证明 连看冰冷皆易如石头 他也是因为其中蕴含了灵魂 所以他才可以和同样有灵魂的铁矿石 进行交流互动 贵族家庭出身的泰勒斯 和其他大国人家的儿子一样 有一位抱孙心切的母亲 在大海很年轻的时候 他母亲就催他早点结婚生子 结果他每次都回答说 现在还不是结婚的时候 后来他一直未婚 年纪也渐渐老了 他老母亲再催时他又不要说 现在已不是结婚的时候了 我猜终身未娶的泰勒斯 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既然男人和女人都是水座的 但有没有另外一半都一样 所以还不无人生 如果他有像贾宝玉一样的觉悟 认识到男人是你做的 只有女人是水座的 而他又认为水是最好的 那他肯定早就不遗余力地去追逐水吧 也省得他的老母亲一直追问 可怜他操了一辈子心 终究是没抱上孙子 在常人眼中 哲学家可能是那种读了点书 一天到晚临思苦想 却无所事事的人 和那些整天不干正事的无业游民差不多 按理说这类人应该是没什么赚钱能力的 但是呢 偏偏有一个关于泰勒斯的故事 似乎证明了 哲学家在赚钱这件事上是很牛逼的 探求只是因为他们懒得把心思花在赚钱上面而已 这种替所有哲学家长脸的精神胜利法呢 最早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当然这一说法也包括了 罗素在内的所有大哲学家的认同 甚至这个故事还成了教授哲学的老师们 在课堂上必提的一件哲学老师 我就听到那个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 院具正老师在公开课上 晒有其事的介绍 这个院老师呢 大多数时候都是不知所云 越蠢越让人糊涂 倒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算清楚 也许是台湾缺人 我担保任何人只要认真听过 院具正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公开课 都会认为院老师即使应该去教英语 而不应该跑到哲学界来填乱的 好了扯远了 我们回到正题 其实我也很疑惑 即使关于泰勒斯的那个故事完全属实 它也完全不能证明哲学家有什么超能力 为什么在以讲究逻辑严谨而著称的哲学界 大哲学家们都对这个结论的逻辑混乱 视而不见乎 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 泰勒斯虽然出身贵族 但应该不属于那种加大叶纳的贵族 他成年后作为一名商人 没有好好做生意 整天去探索那些不能产生利位的事情 再加上他就喜欢旅游 什么埃及印度巴比伦等 那么远到跨国跨周游 那也是说走就走 所以日子自然就越过越穷 生意失败之后呢 还是整天的游手炮弦发些奇谈怪论 慢慢看不起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忽然有一天 泰勒斯意识到 再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 心想老子得挣你钱让傻一人瞧瞧 于是他夜观天象 在冬天时预测到来年的天气变化 从而推断出第二年雅典的橄榄会大风收 当时的希腊已经流行食用橄榄油 所以很多家庭都种了橄榄树 但是橄榄油的机器却不是家家都有 而且橄榄的收成也不是每一年都有保证 预测到这一情况的泰勒斯 谁都没有告诉 他悄悄的 他全程所有的炸橄榄油的机器提前租下 等到第二年大风收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到他这里来租机器 这时 他利用垄断的优势 大幅提高租金价格 一下子就狠狠的大赚了一米 实现了财富自由 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无瞪口袋 最早提到这个故事的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政治学艺术里这样说道 这样 泰勒斯就向世界证明了 只要哲学家们愿意 就很容易发财致富 但是他们的雄心却在其他的领域 瞧瞧 亚里士多德这番话 是不是让所有的哲学家们 尤其是那些发财无门的哲学家们 听起来特别的熟 但是各位哲人们 能不能先回到吉日自拍 别忘了 泰勒斯虽然被你们奉为老祖宗 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数学家 一个天文学家 一个商人 他名片上的头衔 可不止哲学家一种 当然 我们不能把泰勒斯早年的败家呀 穷顿潦倒都归罪于 他太热衷于哲学思考 但纵观他实现财富自由的全过程 他是用了天文学的知识 提前掌握了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再利用商人的行动力 和囤积居齐的本性才成功的好吗 完全跟他哲学家的身份 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呀 就拿亚里士多德本人来说 他自己就是一个多面小能手 身兼各种家喻一生 难道 要把他在不同领域的各种程序 都归结为 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吗 我猜是不是智慧过人的亚里士多德 早就意识到 纯研究哲学 注定是一条无弊的道路 如果你不是族上有德有老可恳 也不是还有些什么其他特别的生存技能 还要坚持专职研究哲学的话 那就只有靠亚里士多德 早已为你备好的这碗机缸 聊以冲击聊 走转经营 时间一往 已经来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面对着风云变化的国际局势 忧心忡忡的小杨老师在想 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巡洋舰 已被乌克兰击沉 雷丁本国对乌克兰的军员还在加强 战争势必朝着更加惨烈的方向引进 普京真的会发射核弹吗 世界真的会隐瞒末日吗 小杨老师看到泰勒斯正在送别 租载有机器的客户 便走上去小心翼翼的发文 尊敬得泰勒斯先生 请问您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泰勒斯一边匆匆将一台钞票 塞进口袋 一边用平和的语气说 放心吧孩子 万物有盈 有灵魂的核弹 只不会支持一个疯子的 以上就是关于泰勒斯的介绍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哲学家系列 请点击订阅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